他还在找龙元,叫我先来 那你呢,找到龙元没 没有 你说什么,没有 你现在在耍我 我怎么敢耍你,第二门在你手上 本来,黄鱼有一颗可以送我 但决心突然出现,在军舟中掉进了海中 我不要听解释,我只要龙元 好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告诉我你想要第二门,左手还是右手 我马上请人帮你送过来 请不要伤害第二门 多给我点时间吧 我给你时间,那谁给我时间啊 我已经尽了你,你逼我也没用 你就算把我们都杀了,你也得不到龙元 你真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金头还有灭种全都杀给金光了 你断了,还有什么伤千害理的事不敢做 你就算把我们都杀了 你交不出龙元给徐福 你交不出龙元给徐福 恐怕你的下场比我们还坦 请,都给我些时间 这样,对大家都好 好,三天 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还交不出龙元的话 你就等着给第二门 去收尸吧 不要 你这么抓得不定 你还是要走 我还是要走 我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走 快我要走 你还走 你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走 你快我要走 你还是走 你 fotos 你呢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他我就知道 你呢 你怎么看 我不能永遠受制於石佛,我要擺脫他的魔掌。 只要能找到龍猿,我就可以反敗而生。 石佛從劍塵和懷孽那裡合到兩棵龍猿,倒被藏在馬里。 難道他已經把龍猿給吃掉了? 難道徐夫現在地彎所練的,就是這五雷劃疾神。 五雷劃疾,卻會由五星力量而成,不但能劃回天下神經,還能劃掉世上一切的功力。 練這種武功,一定要劃掉自己大部分的功力。 如果武功,絕對是天下無敵,他為誰還要練這種邪門用功呢? 哦,我明白了。 一定是龍猿和他土內的奉獻相出,他想先把土內部分功力劃掉,以便吸納龍猿。 這樣說來,那兩棵龍猿他還沒吃下。 是嗎? 是嗎? 你以為了無人高手 卻知道抓人子來做威脅 讓你欺負手無寸起的老幽怯 你到底知不知道李林遲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話 這堂兒就能像風雨挑戰呀 好 好 罵得好 你這幾句話讓我對你是光明講的 就給你的幾句驚喜良言 我決定好了 我要放你走 馬上放你走 當然 在你走之前 你也要走